县府配合国民法官法实施 办理本县113年被选国民法官初选名册 随即抽选程序 有名政处长林其余主动启动电脑随即抽选程序 约39万名符合 将从中抽选出3000名被选国民法官造册 提交南投地方法院进行后续选任程序 而抽选程序公开公正又透明 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国民法官的一个制度 那我们要抽出3000位的文明法官的初选名册 要提送给南投地方法院这边来做一个复审和备选 这样子的名册产生为了要力求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邀请了南投地方法院 还有我们地检署还有律师公会一起来共同见证 希望以一个最公开最公正最透明的一个方式 来领选出我们国民法官的一个初选名册 县远林毅如表示 在台湾开始推行国民法官的阶段 也看到南投县民对于法律的兴趣 相信借由国民法官法的实施 竟然能够从中培养民众对于法律的素养 在台湾推行国民法官的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民众有这样的一个兴趣 那么也培养自己对于法律的一个素养来参与这个国民的法官 所以说我想看到这一次具有资格的 我们南投县就有将近39万人 但是我们的需求是只有3000人 所以这一次在我们县政府公开的来抽签评选 那么我想能够参与我们的一个法律程序 能够对于我们自己一个法律素养的一个提升以外 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借由国民法官的一个参与 能够将我们的司法正义的公平性更加的扩及 然后能够将我们的司法正义推积到我们的每一个案件上 是我们所期待的 国民法官法上路后 借由国民法官与专业法官组成何议庭 透过多元对话 充分地检视安全与讨论 共同决定有罪无罪以及刑者多重等 相信也能够使判决结果更符合人民的期待 记者邱平俊 蓝头市采访报道